Yo! What's up? 我是阿圆 因为今天是拍这个主题嘛 所以我就需要教到我中学 我们一起很好的朋友 一起来讨论这个主题 所以我就教到了小明 还有... Dixon Hello Yes Hello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呢 就是... 就是关于到... 80啦 因为我看 就一直以来 我Instagram收到的那些inbox啦 对一些观众会问我 就是他们在学校遇到一些问题就是 他们被霸凌了 然后他们就感受到不舒服 之类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 就针对这个主题 来讨论我们中学的霸凌事件 Yes 我们两个叻 是霸凌别人那种来的 对 然后... 他的话就不用讲 你看那样子 他肯定是被霸凌的那个来的 Yan Sin de Yan Hay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就可以解 你就可以分享一下 就像你在中学被霸凌的感受 被霸凌感受 哇那感受 想要转校 啊真的啊 想要转校 有一个东西我要强调 中学时期他被霸凌嘛 然后霸凌他的那个人啊 刚刚就是我 我是带头霸凌他 而且很夸张很严重的那种 我还记得 严重 这样就要讲那个故事了 严重我又反而没有什么印象 我就知道你就只有一般人这样 然后就我一过来 炸我下面这样 哈哈哈 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听起来就好像 玩玩这样 好像玩玩这样 这样就称不上是霸凌了 是啦 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我感觉就是 哇 火都来了 真是很想反击 可是 可是你又不能够怎样 我不能怎样 因为我没有喷党 我反击了 过后 会多几条水来做火 哈哈哈 他不要搞我一档 因为那时候我是有一个Gang的 所以我是带头去霸凌他那个人 然后 我其他的朋友也就跟我一起 一起去弄他 然后我记得也是我霸凌他 霸凌到 他受不了了 因为以前是 学校有那种党派的嘛 然后就霸凌他 霸凌到他去找 一些党派的人 我想要加入 哈哈哈 还要加入他党派 来保护他自身的安全 哈哈哈 就这样夸张 哈哈哈 有有有有 他找了那些人哦 一群嘛 那种党派的人嘛 然后当天的下课 我就在试堂嘛 然后突然间一般人 就是他带过来的哦 哇很强势这样哦 走过来 要打架了 走过来 我就 我就奇怪什么事情 这么一般人这样过来的 OK 然后就过来了咯 好笑的事情是什么 他叫来那个党派的人啦 那个头哦 就是那个党派的 阿桃啦 跟我是好朋友 然后我们就当场就 聊了别的事情起来 他就被 无视在旁边 他整个很无言 无视啊 听好了咧 为什么要无视我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我被伤害 然后我叫人来保护我 接着我叫来保护我的那个人 去跟伤害我的人 聊天 哈哈哈 聊天不用停 你可以不要无视我嘛 请你不要无视我啦 可是还是无视我 我们就是想要表达的就是 我们虽然以前是霸凌 霸凌来霸凌去 可是我们到现在 还是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 光明对不对 他下巴是 然后有一个人是不是泼你水 不是泼水 那是不是单纯煮奶茶 他是不是拿 不是煮煮奶茶 拿豆奶丢 那个阿姨卖的豆奶 拿豆奶丢啊 他有那种 很多人的 学校附近应该都会有那种 小小的那种 推车的档口 卖饮料的 卖饮料的 然后他就买来 然后他就丢他 你知道吗 我当场看到我吓到 我就讲 哇中文这样堆人哦 哇你不要讲星星的哦 这是我丢的 这是我丢的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倒你啊 没有他是丢他 就整包这样 对对对 还好是没有整个领导完啊 因为我就 特地接触他咯 因为接触的话 你碰到一点 碰到一点哦 所以你是看现场那个人 我看现场 我其实认识那个人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不要这样丢人呐 极可怜哦 人家刚读完书 你弄他整整的 这个我去不懂啦 他后面做什么事 我去不懂了 没有我就跟他这样讲 真的真的 我就私底下他这样讲 那个丢他斗奶的人 是跟你们同样巴士的 同样巴士 而且我有跟他讲过几句话了 他的同年并不快乐 我同年不快乐 没有办法快乐 可是他现在很快乐 他会霸你们 我只能讲 我觉得 哇你们真是很幼稚这样子 对对对对 不过我有一个东西要讲的就是 有时候 要反击 一定要反击 你跟老师讲是没有用的 我跟你讲没有用的 学会反击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这样教他们反击 好像不大对伍 这样你有做过什么反击 总之你觉得那东西对你是非常不好的 反击罢了 可是你要懂 霸凌他的那个人 可能他就是很有背景的 可是如果你反击他 哇他吃不消 放学你不死了 会不会更过分 他只能够讲没有办法避免的 他一直会弄 你不反击他还是会一直弄 这样子没有办法咯 有麻烦 你要一直被他霸凌咯 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你觉得 我觉得啦 如果你 已经跟妈妈爸爸讲 又跟老师讲 我觉得你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应该就会来处理了吧 如果都没有办法的话 我只能讲反击咯 我就是后悔我那时候没有反击 他怀孕在世 你现在要不要反击 你反击啊 你来啊 你来 咯 咯 咯 所以还是建议跟老师或父母讲 这是最优先的处理方式 对 这样你 现在换你被霸凌的人 你问回我们霸凌者的感受 我问你们啊 你们被霸凌 你们霸凌人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而且你是为了什么目的去霸凌一个人 OK 你先讲 我啊 你霸凌过谁先 我霸凌过 庆皇 庆皇 我在这里讲 庆皇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武王 他叫武王 因为他叫武很搞笑 然后其实 然后 然后 我跟他的故事是这样 就是 因为我们同班嘛 然后他有点傻 然后我那时又 很玩皮很喜欢做东西 然后我就去 叫我一班朋友 一直看着他 完星礼战 是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走过去 一直这样 我记得我好像也是有在其中的 他终于转换身份了 他已经霸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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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没有讲霸凌人了 因为他就是叫我 他就是有个plan 突然间提出来 就叫我们诶 我们试试看他 就是看着他 就是一直看着他就对了 然后我就看了 这是一个实验来的 就是我们全部看着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会有什么反应 实验 他会搞到他心里很焦虑 他要崩溃了 他焦虑的时候他就不爽 他不爽的时候他就backcheck了 他backcheck的时候他就 他就翻桌子 他就翻桌子 他翻桌子 对对对 他就翻桌子咯 我就吓到 他一定是吓到 为什么 他会想不到这样的人 竟然会这样生气 那种突然很温馨的人突然 一凶起来啊 你就 我觉得这个人 很可怕 他真的很温馨 他平常在翻桌子 真的很 非常温馨 就是乖乖写字 乖乖收客盆 然后放鼠包 然后背鼠包回家 然后那一天啊 乌端端就是 爆 哇 我们傻眼咯 世界什么都不敢做 我们真的是傻眼咯 但是到最后咧 我们现在还是更好的朋友 对 所以青黄如果你在看这个video的话 哈哈哈 我爱你 我们下次约出来喝茶 记得跳舞哦 我们记得跳舞 懂 到你了 我的我 你的故事 你有什么故事 你霸凌人 你有被霸凌过吗 无论 你 registered 都给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